李彦淑呢 李经理说他临时有事 来不及进公司了 让我替他参加会议 临时有事来不及 他当公司是什么地方了 我会做好会议记录了 回头向他汇报 这可是全国内衣展的会议 你们设计部是重中之重 他居然敢找人来顶替 岂有此理 我看还是把会议议安排在下午吧 难道要为了他一个人 把所有的日程安排都给改掉吗 女性内衣是网站第一个主打品牌 这次内衣展 我们不但也参加 更要不鸣则已 一鸣竞云 设计部准备怎么样了 设计部正在抓紧赶工 只不过 著名的内衣设计师 国内本来就很少 我们之前一直在接洽一位 美籍华裔设计师 就是之前 在法国巴黎获奖的凯瑞里 很可惜 没能成功 我们正在筛选简历 应该这几天就有结果了 你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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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正在高薪招聘设计师 他们要求可高了 必须得有海外留学经历 对了 我听说新来的黎经理 是老板的小女儿 什么小女儿 不就是后妈带过来脱油瓶吗 凭什么她一来 就抢走了朱丹的经理位置 丹琪 丹琪 你别误会啊 我这是替你打包不平呢 本来就怪你升职了 凭什么她一来 就抢走了你的位置 你们瞎说什么呢 八卦以后别戴上我啊 李经理来了 早 你的脚怎么了 没事 扭到了 一会儿要小心啊 谢谢 谢谢 我帮你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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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晏书 你真当公司是你自己家呀 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我请过假了 请假 跟谁请的 韩叔批准的 他让我先去医院再来公司的 假条呢 没有假条 你要是不信 直接扣我工资好了 你哪里有一点像生病的样子 拜托你演戏也演得像一点 总之 你少在那儿装身弄鬼的 你现在是设计经理 该拿出点作品 接下来的内衣展 是公司的重头戏 你最好别出问题 不然我饶不了 设计稿我已经完成了 样品我也会如期交付 你要是凑你自己的心吧 这样最好 下一位 你认识了一个事 您就会上试了 你怎么会 让你找到 真是在设计划 你觉得有点耳朵 我方的摄取 稍得 那么 最好 下游 下游 审完了 太好了 我都快困死了 体股都快作烂了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啊 你们决定就好了 随便了 随便了 我先走了 回来 迈口 好 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是新人手机运营官 你说和你有没有关系 那这样吧 我先去冲杯咖啡 总裁 朱小姐 从你的简历上来看 从你一入行 就在韩式企业入职 从未想过跳槽 为什么今天 来到我们盛宏呢 因为我要寻求新的突破 盛宏是一流的公司 能进盛宏工作 是每个设计师的梦想 我也不例外 来 这组作品是我早期的一些设计 我最近的一组作品 是韩式下个月 全国内衣展的特别设计 作品带来了吗 我手机里有照片 可以给你们看 不过你们要保密 这个你放心 我们只会在录用你的前提下 保存你的设计作品 总裁 周小姐 你现在的设计和早期的风格差异很大 能说说为什么吗 好 一个设计师的前后期作品风格 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 生活变化 经历变化 都会对作品产生一些影响 虽然这组作品是为韩世设计的 但我还没有做最后的提交 如果能获得贵公司的聘用的话 那么它将是贵公司的设计了 会有什么纠纷吗 绝对不会 那你需要签一份声明 表明这份设计是你个人独立完成 并授权给我们生活 与其他个人以及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我被录用了 是的 恭喜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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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